那这生为小孩这我可以有玩的呢 各位好 我是高普欢迎各位前来捧场 每时每刻 简单快乐 欢乐中国人 由大众美酒典范 老村长久 欢笑呈现 掌声有请 西组选手登场 大家好 我叫小山竹 今年我四岁了 萨贝宁哥哥好 刘涛姐姐好 刘一维老爷好 哎呀 我怎么就变老爷了呢 因为你头发 有点白 哈哈哈哈 头发白就老爷呀 他已经很客气了 他没说头发有点少就不错了 还要纠结 那你要来给我们表演什么节目呢 我给大家带来一个老豆老豆的故事 老豆老豆的故事啊 好 好 好欢迎 我再准备一下 哈哈哈哈 乔夫我出门 心欢喜 今天上山砍柴去 砍柴去 我砍 我砍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福字 福字掉河里了 这可怎么办呢 谁让你没事在桥上看 谁来帮帮我 谁来帮帮我 小伙你整的了 怎么给你机场最寻压的 哈哈哈哈 我福字掉掉河里了 那你让不下去楼呢 我我怕水 我我不瞒姐姐说 我平时在家喝水 我都是闭着眼睛的 像我这样呢 一点盆水就给我整蒙了 哈哈哈哈 那我帮你捞 你还能帮我捞啊 那你就是我的恩人呢 那那我该怎么报答你呢 不用报答我 听我唱歌就行了 哈哈哈哈 行 那那你唱呗 开阔天空 咋又变成以后 哈哈哈哈 勇拿自作 笑面没有所到 不想不想听听 你先别唱着受不了 小伙你让人就过去了 海阔天空 哈哈哈哈 沙又远一红 勇拿自作 我真受不了这你这样吧 就辅助我不要了 哈哈哈哈 小伙等会儿 咋了我知道这首歌有杀伤力 我给你换一个拿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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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想你 哈哈哈哈哈哈 我在眼里呼唤你流 大姐大姐听 大姐要不然你还唱上一首 上一首我还能忍受一会儿 这首我一下忍受不了啊 太难听了 太难听了 你这话说就给我 也得跟隆一下 我还是赶紧捞腹子去吧 真的啊 不要走开 我去就来 好 谢谢你啊 广告 广告口这是 不要走开 我天 小伙你到底是这一把 金腹子还是这把银腹子 这都不是我的腹子 我的腹子是铁的 你个真诚实的小伙 这两把腹子全都给你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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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咦 你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 巴拉巴拉小和仙啊 哈哈哈哈哈哈 低调微腹子放别脏扬 嘘 别告诉别人我是小和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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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哈哈 你就这么吵吵全村人都听见了 真厉害太幸运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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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山呢 哎呀这不老高吗 砍台去啊 嗯呢 那今天还碰到其事了呢 我斧子掉河里了 结果碰到巴拉巴拉小和仙 给我两把斧子 一把金的一把银子 这样我就能砍更多的茶油了 哎呀这是好事啊 忙你的去吧哦 就这质上都有金斧子银斧子了 还砍财 哎呀 但是这一把斧子就能换一把金斧子 一把银斧子 是个发家致富的好方法 我得去试试 哎呀 哎呦你妈呀 我这斧子掉河里了 谁帮我捞一下呀 谁能帮我捞一下呀 哎 谁敢向我倒东西了 哎 我我我我 我东西掉里了 那你找不下去了 那你有事找我 刚好我跟下血队缘呢 哈哈哈哈 你果然好有才呀 那你这么有才 你能帮我捞一下斧子不 我比刚才那高骨还怕水呢 我这刷牙从来我都不漱口 洗头啊 我都是干洗 一场稀稀利利的小雨 就能把我生命里小火焰熄灭了 那我帮你 哎呀 太谢谢你了 哎呀 太好了 我的金斧子银斧子要到手了 哎呀 哈哈哈哈 小伙 游泳一住一次五四 游泳圈住一次三十 你要哪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你不下去帮我捞啊 我给你点优惠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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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有游什么游会呀 唱歌 两个一起用送撒杯宁的签名杖 啊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要撒杯宁签名杖有什么用啊 我连游泳衣都不如啊 哈哈哈哈 收集二十个撒杯宁的签名杖 换我一张签名杖 哈哈哈哈 哈二十张换一张你的啊 那我用你的也没有用啊 再说我那东西肯定都老沉了 就算我用你这个 这不行啊 我也下不去啊 那我帮你啊 那你快去吧 这个拿着 这家还给我整个游泳圈 游泳衣上来 不给我捞啊 小伙儿你掉的是这个 露脚红尖的袜子 还是露脚 露脚纸头的袜子 我这个呀 这个不是我上个月冷的吗 我这回掉的呀 不是袜子 是斧子 是斧子 你说错了 啊 你说错了 我说 我说错了 那个酒的仔是我掉的那斧子 啊 一二十五 哎呦我好尴尬呀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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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那你再配合我一下吧 再来一遍好吗 哎呦我好干燥呀 出舞台事故了哦 哦哦哦 开热了哦 他那桥底下是有个杂货铺吗 小伙儿你掉的是这个老村长 还是这个老大吗 哎呀 这不是我上个礼拜 喝完了冷喝里你吗 你拿喝当垃圾 小鸟天天弄东西 哈哈哈哈 哎呀小和弦我求求你了 你再帮我捞一次吧 行吗 谢谢求求你了 再帮我捞一次 你事真多 你事真多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 他嫌我事多了 快去吧 谢谢你啊 哈哈 哎呀我哎呀哎呀哎呀 这两不大人家里走的 他嫌我事多了 哈哈哈哈哈哈 小虎儿你掉的是这个 哈哈哈哈 紫画的斧子 还是玩具斧子 我 我那斧子啊是铁斧子啊 你要不陪我斧子 我今天我不走了 你又说错了 那你不走了 你又泰心 又沙皇 每次上河边 弄垃圾 我今天要惩罚你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惩罚我 就你正高 能把我咋样啊 哈哈哈哈 哎呀打电话有人啊 哈哈哈哈 喂是雷公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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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我披一二言 哈哈哈哈 哎呀哈哈 天生啥样啊 哎呀还怎的 哎呀 撒手胡撒手听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怎么就行吗 你来怎的啊 哎呦我错了 你看我干什么都行 我真烦 我今天要烦你 每次上河边 撈垃圾 撈得干干净净 那 哎呀那我 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 行行行行我去我去 我现在就去 保证撈得干干净净的 哈哈哈哈 我还没打通你 小样的 跟我玩小样的 哈哈哈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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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小山竹是吧 对 为什么叫山竹啊 因为我爱吃山竹 我妈给我起这门的 我最爱吃的是西瓜 所以我的小妹叫小西瓜 那应该叫什么 应该叫 我他买冷 对 我他买冷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小山竹啊 啊 你表演的特别好 但是我给你提个小意见 你选演员显得太不好了 这个人连词都记不住你选他干嘛呀 好尴尬呀 他哪来的呀 这个人是谁呀 我是谁 季中哲 哈哈哈 咱俩是什么关系 我爸爸 你爸爸是谁 你爸爸是谁 季中哲 在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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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呢 哈哈 你在家里天天这样跟爸爸一起玩吗 你平时在在压头咽啥啊 说相声 哈哈 哇你还会说相声啊 你你你可别扁了 你就说这摇口令 你还说相声 说摇口令嘛 啊 吃葡萄葡萄葡萄瓶 不吃葡萄倒葡萄瓶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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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摇口令好 对 有意义 对 他们家的分工不一样 对 吃葡萄的没事 不是葡萄葡萄 哈哈哈 从小哎 赶紧 小山主我问你一个问题 嗯 你会说普通话吗 不会 那你会说啥话 只会说都没写羊话 哈哈哈 小山主 咱们现在开始练一句普通话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你按这个说一遍 一二三四五五 完了完了 从四开始就完了 一二三四五 小山主 啊 这个你得把这十个数数好了 数好了 小傻叔叔就是会数 小傻叔叔 什么小傻叔叔 哈哈哈 小傻你还教人普通话呢 哈哈哈 雷公啊 哈哈哈 给我批个人 电话在我这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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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傻 对这个傻叔啊 哈哈哈 他就是因为会数这数 才当着主持人 哈哈哈 是吗 哈哈哈 从来给你了 从来一遍 一二三 四 哎对了 五 好六 太好了 七 对八 九 快成功了 十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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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咱就不说普通话的事了 那你唱歌那么难听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真的 哈哈哈 就别人唱歌要钱你是要命 哎 你这样你好好给我们唱一首歌好不好 啊 对啊 嗯 我地家在东北 松花江桑啊 那里有满山遍野 大度高粱 在那青山丽水旁 那些两颗大巴呀 平行而论 我近距离受过刺激我真受不了 哈哈哈 好棒啊 哎 嘿哎呦 哈哈哈 那个 他爹啊 啊 你们家邻居都没搬走吧 啊 快搬走了都 哈哈哈 都快搬走了 太可爱了 哎呦这个东西 如果说他他要是真想唱起来 是 是谁都拦不住 就哪怕说他妈都拦不住 啊你妈来了吗 来了 那请出来 那那那那快去 妈妈快来 哇 哎呦 三位老师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山竹的妈妈 嗯 然后也来自东北沈阳那边的 啊 欢迎欢迎欢迎 哎两位都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欢乐的一家人 我现在就是在家带孩子 啊 全职太太 全职太太 然后我是在那个传媒公司工作 小山竹 嗯 你这么爱唱歌 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呀 当女航员 呦 女航员啊 哇 了不起 了不起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梦想啊 我想飞天上 天上有乐琴 他已经对当和仙不满足了 他要当天仙 老在水里混混酒了 对 好 这个这个梦想 嗯 了不起 小山竹 我特别喜欢你 嗯 长大以后啊 你就慢慢知道 今天你演的这个小品啊 其实是很有意义的 对 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啊 爱护我们的家园 而且要诚实 善良 这个小品是很有意义的 所以 再次 祝贺你们这欢乐的一家 我的投票是 通过 哇 好棒 谢谢 本来刚开始你说你叫小山竹 我以为是 你是白白的 甜甜的 那我穿的是 全都是蓝的 你们觉得我像蓝精灵吗 我们觉得你特别像一个小精灵 哎 你别看他那么小的年纪 多可爱 但是他内心很丰富 我觉得 你们家庭教育真的很好啊 而且跟大人聊天聊得就是很舒服 嗯 可开心了那种感觉 他能够保持孩子的童真 他不像那种小孩说的大人话 对对 不是小大人 他还是个孩子 对对对 但是他又特别有主见 那我们下一次也要见到你哦 给你通过 你今天演的这个童话故事特别好 只有诚实才能够换来金斧子 银斧子 对吧 对不对 对 而且不能够跟你爸似的往水里边瞎人动一些 嗯 你我觉得你今天表演的不好 你还给我点评一下了呗 不是我跟你说 你是忘词 我好尴尬呀 你整的我 所以呢 你和你爸爸是一起在演节目 对不对 对不对 你们是个集体对不对 对 因为有人忘词了 所以我不能够给通过 对不对 对对 哎哎哎哎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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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灯瓶 绿灯行 啊那 那他要给红灯呢 你咋办呢 那我就一直给这带着 你要给绿灯我就走了 哈哈哈哈 为了让我们的节目顺利进行 绿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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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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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哎 快走 哎 嗯 我觉得最幸福的就是跟我喜欢一起陪着山主一起快乐的成长长长大了 然后让他有这种善良的心去对待别人 一二三 我们是最欢乐的中国人 打开微信摇一摇参与互动赢大奖登陆CCTV微视客户端实时查收获奖名单 证明好运 有请下一组选手 嘿嘿 哇 大家好 我们是顺仙顺利组合 今天啊 我们给大家表演一段相声 我是哥哥顺心 我是弟弟顺利 我性格开朗自信 我性格自信 很开朗 我擅长街舞和舞术 我擅长舞术和街舞 只要我们喜欢的事情 我们都能坚持做好 只要我们能坚持做好的 都是我们喜欢的事情 在这里 我们祝全国的观众朋友朋友 顺心顺利 今天啊 我是豆梗 他闯 我是主角 他是配角 哈哈哈哈 哎呀 哎呀 演出呢 你干啥去了 我要回家 你说我咋了 我顺心最近就非常不顺心 为啥呀 因为属于你一点都不说意 怎么的呢 我哥哥 我哥哥拼着我站里面 你当杜根 放手都给你了 我杂招 我得当杜根 哥哥 你是不是傻 哈哈哈哈 你把爱尿裤子的事 忘了台词的人这么多 万一紧张 没帮助 桌子还能给你挡一下 哈哈哈哈 你说的也是 是 去边去 尿裤子那是你 你看看顺心顺利这个成语 顺心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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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心应该在这个边 哈哈 哥哥 不对 你看 顺心顺利 顺心顺利 顺心应该在这边 嗯 好像很有道理 哈哈哈哈 不行 我还可以当豆梗 你当不了 怎么就当不了了呢 我比你厉害 咱俩出场配置都一样 哈哈 你咋比较厉害啊 出场配置 我会跳舞 我也会跳舞 那咱俩就比一比 谁厉害 谁就当豆梗 我先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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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 好 好 多才多艺啊 有陶姐姐能喝你喝点饮吗 哎油油油油油油油話的 Ter 會弄嗎 你會弄嗎 嘿 answers 你被你哥哥搶戲了 被你弟弟 我和劉淘姐弟有黑眼呢 那我也去你哥回來 都不知道是什麼眼 那你咋就合眼了呢 哥哥 我问你 咱俩是不是长得一样 一样人 他们是不是分不清咱俩 分不清啊 那是不是我合眼 就等你合眼了 你合眼就等我合眼了 没毛病 我发朋友圈 说我和刘涛姐姐合眼了 你再发一次 也说你合眼了 这样是不是很完美 完美 开心不开心 开心 哥哥 我是不是很聪明 真聪明 哥哥 你是不是傻 弟弟老这么忽悠哥哥吗 对对对 你也不看看 我是谁弟弟 哥哥拿 别笑我 你是不是我哥 是啊 那作为哥哥 是不是要有担当 没错 亲人回来了 那有个人要做你弟弟怎么办 跟他干 要干不过怎么办 那 阿姨干 你咋不跑啊 那我跑了 你不就挨揍了吗 哥哥 我太了不起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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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让我感动了 哥哥 你也笑了 逗羹让给你了 真的 真的 咱俩找呢 一爱 谁逗不是逗呢 哈哈 我是逗羹了 大伙子 看我不看你了 哥哥 你是不是傻 其实啊 捧根比豆根更重要 啊 妈妈说 甘愿当烈的都是好孩子 你看你当豆根 你火了 我是你 被我冒冒付出的那个人 我对的 我是不是好孩子 不对呀 来我这好孩子 怎么变成你了 我应该要冒冒付出 我问你咱俩是不是长得一样 一样人 他们是不是分不清咱俩 分不清啊 哈哈 那是不是 谁默默付出都一样人 哎 对 我私生相识 不行 你又想忽悠我 我得当捧根 哦 你凭啥忽悠的呀 我忽悠 我也忽悠 那咱俩就逼逼 谁打得好 谁就默默付出 好 我先来 不行 咱俩一起来 为啥呀 因为我担心你还找刘涛姐姐合眼 哈哈哈哈 来就来 加油 哇 哇 漂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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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漂亮 好 好 扫堂腿 白鹤亮去 黑虎掏心 嘿 嗨 哇 哈哈 哇 哇 哇 哈哈 哇 哇 停停停停停停 咱俩长得一样 本事也一模一样 比到天亮也分不出来胜负 那咋办呢 这样吧 当哥哥的腰杖是弟弟 我不应该和你争 你想演啥 卷杀 哥哥 真的吗 俩还喘呢 真的呀 你想演啥 卷杀 我配合你 哥哥 我想演一个蛋糕相声 你回去吧 行哥你回去吧 我凭啥回去呀 弟弟 你是不是傻 我问你咱俩是不是长得一样 一样啊 他们是不是分不清咱俩 分不清啊 那是不是谁说 当哥我先生都一样 一样啊 那回去吧 怎么感觉哪不对呀 哪不对呀 小样 跟我玩 我在一张月里 可比你多两分招待 演得真好 那我问问你们 你们俩除了会说像 会街舞会武术 还会啥呀 唱歌还有画画还有书法 哎你们才六岁 怎么能学那么多呢 妈妈让我学的 我们俩喜欢妈才让我去学 妈妈来了吗 来了 还有爸爸还有老妈 还有老妈 老妈就是老 姥姥 在北半山是姥姥 我们出去玩 像妈妈一样 妈妈陪着我 先请下来吧 他俩这干什么事都一样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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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了真年轻 大家好 我是顺心顺意的爸爸 我叫刘辉 来自辽宁工业大学 是一名老师 工业大学 大家好 我是顺心顺意妈妈 目前呢 在梁宁高速 锦州风公司工作 大家好 我是顺心顺意的姥姥 是一名 是企业的退休职工 现在是两个孙子的 专职保姆 姥姥辛苦 姥姥辛苦 那平时都是姥姥带是吧 对 带一个就挺辛苦 带俩还俩儿子 姥姥真是 小的时候 就是我比较忙嘛 然后姥姥是24小时 带着孩子 我呢就是下班之后 才能带一个 是 就是姥姥付出特别多 是 投入很多精力 应该说就是那个绿叶 背后默默付出的那个人 看到这一家人 我感觉到 这真的是中国千千万万 家庭的缩影 就比如说 爸爸妈妈忙 可能长辈 就隔代这一辈 就要付出更多的辛劳 其实本来到了 他们安享晚年的时候 但是为了家族 为了家庭的后代的教育 他们还要再承担 很多的工作 有的时候人们老说 这个隔代带孩子 有这种利 有那种弊 在讨论这些问题 但是我说 抛开这些问题 先不看 至少 先对所有的长辈的付出 和辛劳 表示我们最诚挚的敬意 谢谢 每一个家庭的长辈 老老辛苦了 我爱你 但是话又说回来 每一个家庭 作为父母 也不能够 因为有老人 全扔给老人 就把这责任 都交给老人家 对对 咱们还得 亲力亲为 毕竟孩子是咱们自己的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给孩子系好第一颗扣子 让孩子迈好第一步台阶 所以一家人应该共同 大家承担这个教育的这个责任 你们长大以后 好好的孝敬爸妈 好好的孝敬姥姥 能做到吗 能 谢谢 谢谢老师 老老 随便好 随便好 我俩大声的 表现都棒 掌声有请下一位选手 哈喽大家好 语文老师好 大家好 我是何祥海 今年三十岁来自湖南 我叫吴立真 今年三十岁来自湖南 我们是定海神仙组合 穿着情侣衫 一看就是一家子 什么意思呢 定海神仙 你们俩是金箍棒是吧 这样的就是我们的名字里边 就是我有一个海字 然后我爱人有一个真字 所以我们叫定海神仙 然后另外呢 和我们的有一项技能 发挥的比较稳定有关 武棍呗 不是 等一下大家看了就知道了 好 有请 好 我们准备一下 准备一下 这一钩 篮球 篮球我最棒 篮球我最强 篮球我最强 篮球我又棒又强 小伙子 这是玩篮球机的地方 球不能往地上拍 要往宽里塞 乖 你忙您的 这是刚才那个老婆吗 不是 不是不是 走嘞 我自己操练起来 篮球篮球我最棒 篮球篮球我最强 篮球篮球我最强 篮球篮球我又棒又强 老公你看 我也想玩篮球 篮球有啥好玩的呀 一点技术难度都没有 咱们玩别的去 走吧 站 你是是不是有点藐视我 央视篮球一哥 你是鄙视我 你几个意思 我没鄙视你啊 刚才说啥话 我说走吧 不是 上一句 篮球一点技术难度都没有啊 哎呀 篮球一点技术难度都没有 你看 你看 难不难 这么近都能投篇 确实挺难 你是想比划比划是不是 老公 我没这个意思 是吧 我们不想试试的 试 试就是试 哈哈哈哈 黑叫板 头两臂 头两臂 两 两 两够啊 有 让一下 来 哎呀 哎 不不 哈哈哈哈 你会不会玩啊 哈哈 哈哈 你会不会啊 这有啥不会 手滑了 你 你再 你再不滑一个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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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多少没个 你要你要是进五十个 对吧 我认你这个师傅 哎呀老公五十个 这可不少啊 哈哈 那这不多嘛 有不多不少 就是老头吧 好不好 来 行行行 你看好了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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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公好帅呀 低调低调 比他个强多了 哈哈哈哈 试试 哎呀 只不过是路人甲嘛 身为对我身为中匆匆的过开 对不对 一个人嘛 哪能一天碰到这么多打篮球好的呢 我自己要稳住 对不对 我自己继续练我自己的 有一天我能超越他 对不对 哈哈哈哈 哎呀 没信心了有点 哎哎 你咋回来了呢 我回来跟你说点事 哎呦 其实我打球比我老公更厉害 哈哈 不是 你怎么证明啊 给我投俩逼 哈哈哈哈 你你 你不是骗逼的吧 投吧 投吧 哈哈哈哈 知道这是啥吗 演演造啊 看好了啊 哦 哇 不会吧 这个太猛了吧 哇 哦 好 好 好 太厉害了 看见了没 你他们要强吧 哈哈哈 哈哈哈 唉 你不是说你去洗手间吗 怎么跑这儿来了呀 我握上来找点东西 讲啥东西 他说谎了 他刚才来回来投投而来了 他蒙这样投的 比你猛多了 你还跟他说你投的比我好 我就是投的比你好 不服是吧 咱俩比比 比比就比比你投逼 好好好投逼 老婆你投的真好 你投的也不错 还是你玩的好 你玩的好心 你玩的好 你玩的好心 咱俩都比他玩的好 又走了 我觉得我就是受了那种 就二度伤害那种 我心里可别扭了 好吧 所谓就在哪跌倒 就在哪躺一会儿 然后继续再站起来 对吧 再跌倒呗 我还是找回我自己 来掌声给我鼓励一下 我继续再练好不好 超越他们 超越他们 找个媳妇 中队也会投篮 师篮球我最棒 师篮球我最强 又棒又强 小伙计高手在这儿呢 小伙子 我是不是跟你说了 球不能往地上拍 要往框里塞 乖 你是不是塞不进去啊 不大姐 你这对吧 你不懂 哪那么容易就卡 就塞进去呢 拿着 好 吴牛逼 哇 我会吧 这有啥塞不进去啊 好 你知道人怎么下台 你这 我也没什么大劲拍了 台长啊 咱们台足球都是要人部 我去 好 我们两位篮球选手呢 我们那位清洁公大姐呢 真是一家子 我就说是一家子嘛 我是电海神真的妈妈 萌萌扬扬扬的外婆 你们俩玩的篮球 就这种篮球是吧 对 请评位老师来试一下 体验一下 我从他们俩玩的时候 我就从你眼神里看出来 你渴望极了 从小一看就是乖孩子 没进过游戏厅吧 没有 来 我给你投B 高博拿俩B给我 你注意观察了没有 他们是有一个肌肉记忆 基本上出手点在这个地方 少说 直接来 你先投一个我看看 就这样 就 就大概这个角度 往前够着点 从这个角度 你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哦 近一点 没问题的 我知道了 哎呦你练过呀小萨 我没练过我懵的 你就近一点 近一点 这不算 这个不对 这框有问题 这个球有问题 这个是那个 整个机器都有问题 一直到投进了 我们再算 前面这些镜头都不拍啊 不拍 好 好 哎 好了 好了 掏 掏 掏 控制 控制 控制情绪 控制情绪 这样啊 这么投下去不是个事 我们计时三十秒 好不好 好 我们看你和刘一伟 谁进得多 来 刘老师 计时三十秒 我可不愿意欺负女生 我是让你上来 被女生欺负 谁让你欺负女生 你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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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开始 我的天 你能弹回来 好 好 有信心了吧 你看你面对的对手 你看他多么努力 你看他多么执着 六个啊 好 赶紧了 来 抛 可以了吗 可以了吗 三十秒钟啊 可以了 你一定超过他 一 二 三 开始 加油 大一点劲儿 漂亮 速度要快 不要管准头 速度快 速度快 你闭嘴 加油 把速度投起来 加油 时间最重要 最漂亮 往里蒙 蒙 对 在速度 对对对 对 对 好 一个也不行 一个也不行 进了两个 进了两个 那这两个生过我那六个 停了 谢谢 谢谢 好玩这个 所以大家看起来觉得很容易 其实也没那么容易 其实不难 其实不容易 说实话 这是我第一次没花钱玩游戏 你一家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我们玩这个运动呢 也玩了八九年的时间了 然后就说通过这项运动呢 我们也收获了爱情 亲情和友情 同时也收获了一份事业 就是我现在也在做这个篮球机的事 生产和推广的这样一个工作 我们两个是大学同学 然后呢 我老公是国家篮球二级运动员 他是打产地篮球的 干二八紧的篮球运动员 是的 我高中的时候就会玩投篮机 而且玩的还比较厉害 同学聚会 他偶然看到我 就是玩篮球机很厉害 他就觉得很惊讶 他是打产地篮球的 这个篮球对于他来说 应该是小case啦 他就尝试了一下 觉得不行 后来因为有一项这个比赛嘛 需要男女混合来参加 他就找到我说 可不可以跟你一起搭蛋去参加这个比赛 我当时就很不屑 我说你这个水平的话 还没有资格跟我一起去参加 我说给你一个暑假时间吧 你可以练到我这个水平 咱们就一起去参加比赛 然后就整整一个暑假时间 确实他没有回家就 在苦练这项运动 然后等我回到学校的时候 就水平远远超过了我 我们就一起去搭蛋参加了这个比赛 哦 就是因为混双这个项目 它的国际比赛 它的冠军都是被国外人垄断的 嗯 然后我们也一直就想打破 这样的一个垄断 所以我们也苦练了四五年的时间 哇 在一一年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项运动的冠军拿下来 站在了最高领奖台上 也是中国人首次 就是打破这个项目的一个冠军 哦 我和我老婆 我们俩保持有两项 这个运动的吉利斯世界记录 哦 一分钟双人投篮 进球149个 哇 另外一项是一分钟蒙眼双人投篮 进球70个 哇 我希望这项运动呢 能够给大家带来健康 对 能够给大家带来快乐 其实我们今天来的目的也是一样 就是说希望把这份健康和快乐 传递给每一个人 就是我们要玩这一个经济运动的一个目的 我觉得玩物也能够诚挚 余教必须要在乐当中 我们要在乐趣当中去完善自己 通过 谢谢 定海神针 是吧 这个本身你们俩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 其实每个家庭也许都需要有这么一根定海神针 关键的时刻 能够让一家人心往一块儿想 劲儿往一处使 所以我觉得这一项健康的运动 确实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太多的欢乐 而且我相信 未来等你们的小宝宝成长起来以后 他也一定会因为这种快乐而受到传染和感染 继续把这个快乐的基因 在这个家族里延续下去 通过 谢谢 快点 好 再见 谢谢 篮球给我带来了爱情 带来了家庭 带来了荣誉 也带来了幸福和快乐 我运动 我健康 我快乐 我们是玩篮球的欢乐一家人 耶 有请下一组选手 大家好 大家好 三位老师好 我呢叫周松雨 今年二十二岁 来自哈尔滨 大家都叫我小太阳 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我的奶奶 也是我们家的老太阳 奶奶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我叫于树琴 我八十岁 哇 这是我孙女 大家好 欢迎于奶奶 奶奶好 谢谢 谢谢 天舞二日 你们家俩太阳 嗯 不打啊 不打俩 互相照耀着 全家都温暖 哈哈哈 那二位来这要表现什么呢 嗯 演一下在家里会发生的一些事情 好好 我们需要准备一下 好嘞 好 我们期待着 哎 走吧呢 八十了 多也是 我爸也七十五了 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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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啊 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 停停停停 不是奶 你咋又把这街舞给跳上大秧格来呢 又错了 行了 我不跳了 刘姥找我斗地主去呢 不是奶 那我刘姥姥总偷你牌 你咋还老跟他玩啊 我80岁的人能跟60岁小孩一样吗 哎呀奶 这今天呢可是网络最萌老太的评选 这可多网友都等着看您了 您可得争口气呀 我不争口气了 我去回去争包子去了 哈哈哈哈 哎呀 反正我跟网络们是说了 我说我奶 常年住在香港 是特别漂亮 特别洋气 特别年轻 特别可爱 接着说不停 特别火力四射的美少女 我不打扑个去了 哈哈哈 哎呀 那太好了奶 那那那那那一会你就配合我好不好 恩娜 哎呀 这就不能说恩娜了 这一恩娜咱不就暴露身份了吗 恩娜 哎呀 这不要说恩娜 恩娜 恩娜不说恩娜 哈哈哈 那那那那先这样吧 奶 那咋先彩排一下啊 那如果大家问您说你喜欢香港的三宝是什么 您知道吗 人生雕皮乌了草 哎呦 我的天 哈哈哈哈 那咋又回咱东北了呢 来奶 跟我说啊 奶茶烧辣和虾膏 跟我说奶茶烧辣和虾膏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这个没有那个跟我说 那就不跟你说 不是 是跟我说 倒是跟不跟你说 哈哈哈哈 这个我的意思就是啊 您就说奶茶烧辣和虾膏 你急死我了 你别吵着白火的 不就是奶茶烧辣和虾膏吗 哈哈哈哈 啊 对对对对对 我奶呀是最聪明的美少女 三个小 嘿嘿 奶啊 这既然是最猛老太太评选呢 你就有点比较猛的动作是吧 我教你俩啊 来 手拿出来笔心 哈哈哈哈 哎 捏住了 笔心的同时 挤一下眼睛 哎 这边再挤一下 哎 连起来看我是这样的 揪比揪比喪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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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这个 如果大家问您说 您喜欢哪个组合啊 您得说个年轻一点的 洋气一点的 您就说你喜欢 SNH48 SNH48 行啊 你一会记住了就行 直播马上开始了 你熟熟熟自己 大家准备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吗 往这边来一下 这对面三一老头看着你呢 给力往来 开始了 哈啰 大家好啦 我身边这位可爱的老太太呢 就是我的奶奶啦 来 奶奶 跟大家打个招呼 卖个萌 啾比啾比 啾比啾比萌萌萌答 说清楚了 啾比啾比什么答 啾比啾比萌萌萌萌萌答 我奶奶的偶像就是吴梦达的啦 网友追封少年问说奶奶您最喜欢哪个组合告诉大家 哪个组合 英文加数字 AKST 我的奶奶对这种武器就是比较感兴趣比较有研究的啦 这路边池塘说奶奶真可爱衣服特别潮欸 说你衣服潮呢 潮嘛 来是不是俩敢穿的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你衣服好看啦 SAT 网友不爱吃猫的鱼说 奶奶今天是她和她老婆结婚一周年的纪念日欸 希望奶奶可以唱一首流行歌曲 祝他们一下 唱一首 唱一首 流行歌曲 预备 唱 分手快乐 祝你快乐 分手快乐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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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不是不是 人家结婚纪念日你说你唱这分手快乐这还跑掉了 你合 合 合适吗 我丢的一首流行歌曲 那先这样吧 好好回答问题啊 回去奶奶 奶奶就这么调皮可爱了 网友又问说奶奶香港有三宝知道这三宝是什么吗 奶茶熟了 奶茶熟了 乌鲨草 哈哈哈 哈哈哈 就这几个字你咋就记不住呢 得了这个啰嗦我可要打牌去了 哈哈哈 美少女啊 美少女啊 嗯 不是这 那你干啥呀这是啊 不要你管了啦 哈哈哈 奶奶 妈你这是咋啦 嗯 嗯 蓝瘦 鲜骨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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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余的小船啊 说翻就翻 哈哈哈 可是小太阳你也真是的 你看奶奶那么大碎出来 你玩什么直播呀 你折腾她干啥呀 再说了 这直播上面都什么人呢 这还没电的灯 都没电了 咋不交电费去呢 哈哈哈 老叔 我妈让你交电费去呢 哈哈哈 我老叔 都在自己家人啊 啊 那必须的啊 都自己家人 整了半天都整自己家人玩呢 嗯 不怕奶奶累着啊 嗯 有人说话了 这谁 追风少年 我打枝 不是不是你打枝 我老弟 我表弟 啊表弟说啥呢 我们平时都挺忙的 没空回家看奶奶 小太阳出的主意 妈 你这看我奶 年纪越来越大了 这记性啊 也越来越不好了 这以前还能说出去跳跳广场舞 打打太极拳什么的 现在每天除了跟刘姥姥打牌 就是我在家里看电视 我和咱家人就合计着 说想让奶奶的晚年 能更丰富一点 更有点乐趣 这不吗 奶奶她也能动一动 大家也都能随时随地地看到奶奶 哎呀 姑娘你真是长大了 你们也辛苦了啊 哎 这 我表弟又说话了 我表弟说 奶奶养我们长大 我们陪奶奶变老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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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电话 男 你手机响了 接上来 喂 老同学 你好 我住在香港旺间 奶茶啊 沙拉 喝虾糕 丘比丘比 摸摸打 你忙吧 你奶奶这不都会了吗 对 我奶呀 是最聪明的美少女 塞尔 那奶奶您坐下咱们聊好吗 对 对您坐着 您坐会儿坐会儿 坐着聊家常 哎 对对 介绍一下这位是 这是儿媳妇 现在我们就是闺女 闺女 嗯 我是那个我妈妈的儿媳妇 今年那个四十六岁 我叫许莉莉 哎你们家还有谁来了 我爷爷还有爸爸 都来了 我们家属于一个小组合 那把爷爷请出来 爷爷跟奶奶做其他人站着吧 好 爷爷 哎呀 大家好 也是精神绝朔 大家好 奶奶还给给老伴鼓鼓鼓掌 我姓朵 我姓朵 朵日清 我今年83岁 哎呀真好 我是小太阳的爷爷 好 欢迎你 大家好 我是小太阳的爸爸 叫周广升 今天四十九 好 小太阳 你是专门帮奶奶做了一个直播的账号是吗 我俩主要是录一些搞笑小视频 然后很多那个小伙伴都比较喜欢 就是传递正能量 大家看到我 就是说很多烦情事啊都会忘掉 而且特喜欢奶奶特别多 小太阳 你是爷爷奶奶从小带大的 对吧 我从出生开始就是跟爷爷奶奶一直在一起 我们家五口人生活在一起 真好 主要现在爷爷奶奶 他们现在年龄也大了 然后他们俩能健康快乐 就是我们一家最大的幸福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我们家两个老的有两个宝贝 两个宝贝 我觉得小太阳真的挺好 现在我们什么朋友圈 一晒 晒自己的孩子的多 真正把老人放到上面的很少 所以你们家让我们看到了一种 小的对长的尊重 看到了一种和谐家庭的那种氛围 这还是让我们很感动 也值得我们去学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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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们这孙子 他老是那么关心 我就说我这孙子他怎么这么有心劲 你说 这是您的福气啊 啊 我们到老幸福就在这儿 你说 因为我姑娘吧 就是跟爷爷奶奶在一个房间睡觉 完了那个不管爷爷是起夜 就是几点起来 我姑娘都知道 起来的时候必须得跟爷爷说 爷爷你慢一点 你坐那会儿数一二三 数三个数你再动 要不怕他迷婚摔了 太懂事 难得 是因为爷爷奶奶教好了你爸 爸爸妈妈教好了你 这真的没有这一代代传下来 是不可能的 是 我们看到了一个好家庭 我们闷心自问 看看我们的家庭是不是这样 如果是 我们跟你们一样感到高兴 一样感到幸福 如果不够 我们就好好地学习 好好地提升 对 因为只有家和方可万事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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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非常非常感动 因为我小时候也是跟老人一起长大的 我是实在是 看到谁家的老人 我都觉得像我自己家里的老人一样 就特别特别有亲切的感觉 你怎么这么美呢你说说 啥多漂亮呢 你穿啥化妆品呢 奶奶向你学学保养秘籍 你觉得她漂亮 是因为你能够看到她快乐的地方 她幸福的地方 我觉得就是笑口常开 所以这世界上最好的化妆品 就是我们节目的头两个字 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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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 人就不见老 对 这就是最好的化妆品奶奶 欢乐幸福 祝福您二老健康长寿 全家幸福平安 谢谢 谢谢 过了一下 我是特别想跟年轻的观众说一说 可能很久没有陪过爷爷奶奶了 而且觉得爷爷奶奶跟你们现在想的都不一样 说的也不一样 教他们玩手机教半天教不会 别不耐烦 小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懂的时候 他们一把屎一把尿从来没有不耐烦过 所以我们三个的决定是一样的 一盏绿灯 希望是送给你们最好的礼物 谢谢 太棒了 爷爷奶奶 健康长寿 拜拜 大家幸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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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奶奶奶就是我们家的太阳 她每天都带给我们快乐和温暖 每天跟她们在一起就是我最幸福的事 我们是最欢乐的中国人 老幸福了 哇 哇 哈哈 哇 哇 哇 好 我是黄龙来自曹花岛 我师父是武林界的大英雄 该帮帮助红旗公 哎 师父哪去了 师父 师父 来了 师父 你都说好 今天叫我闭上学学的 啊 那个闭上 行 那你先复习一下之前的功课 让我复习六年了 能不能换样啊 那个 那个 好 就六年了也不差这一天 复习 哎 来 再来 哎 把它连起来 再来 哇 把它连起来 翻十八下 就是降龙十八翻 好 好 哎 我 长颜说得好 东面三九 下练三虎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啊 哎 有钱的捧个前场 没钱的捧个人场啊 哎 哈哈哈哈 我们师徒二人呢 是脚踩胜利严贵 师父 师父 我咋觉得我要上猴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先上猴给你继续翻啊 哎呀师父 我不翻了 咋不翻了呢 再翻呢 咱俩友谊的小船就彻底 翻了 哇 哇 哇 容儿你别激动 哈哈哈 你都不教我去学 你当真要学 我当真 不后悔 不后悔 哈哈哈哈 听事我跟你说啊 哈哈哈哈 洪气功 我欧妖风今天终于找到你了 我今天就要偷袭你 哈哈哈哈 师父跟你开玩笑呢 师父教你 绝 绝世武功 就是这么练你 哇 洪气功你偷袭我 好厉害 风风你什么时候来的 师父 我就学这招了 这什么 要学 要学这招 先练好 降龙十八般 是 师父 风风你找我什么事 我来是和你决斗的 我倒想看看 是你的降龙十八掌厉害 还是我的蛤蟆功厉害 啊 蛤蟆功 是什么蛤蟆 哈 蛤蟆功 乃是我困于 啊 啊 困于白驼山谷之时 根据一本 啊 啊 根据一本 五读奇经 自说 啊 你过来 干啥呀 你老翻什么翻呢 那都看你谁看我了 啊 那有本是你也翻 哎 荣耳修得无礼 我和你欧阳大爷好不容易叙叙秀 你练功去 好吧师父 风风 继续说 啊 蛤蟆功啊 乃是我 乃是我困 们拥挤 哇 哈哈哈哈 帥 山谷之时啊 啊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真有两下子 真的是练得 哈哈哈哈 过来 你干嘛呀 你翻就翻 你老哈哈什么 你是在嘲笑我吗啊 啊 我告诉你 小心你有如此桌 有如此桌啊 泡了吗 这桌子屯在动的 他是要去那扔 过年了也回家看看 他是要去哪儿啊 躺着回去 还是卧铺的 卡拉倒吧 我总算是明白 我爸呀是桃花岛搞理由的 我师父呀还是本身满意的 你呀还能够几点 是个编习法子 你们真是各有千秋啊 吴气功 我是来找你决斗的 哈哈决斗 啥 不许说我师父 不信你下午进攻 打得你喊我师父医生外公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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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一试就试一试 那接招吧 你小孩打人能有得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谁领我去看看骨客 顺便帮我报个仇 上 呀 呀 哇 哇 这小伙子好帅 哈哈哈哈 师父我来保护你 形容人民那个 就是我就快递到了 好像 取一半 我好 不行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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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人肉慢动作有没有 哇 太厉害了 你太厉害了 看得我还是有点胆赞心惊的 那些大人那打呀还真使劲 真的使劲啊 我真怕打着你 你们练了多久啊 就一下我 你学武术学了多少年了呢 五年 你今天多大呀 八岁 三岁开始练武啊 翻跟斗那么厉害 能一次翻多少个呀 原地的还是赖毁的 就是原地的啊 你不是得过这个什么世界记录吗 四岁 有吗 四岁 有 他呀 那打多少个算记录啊 这个我忘了 你四岁的时候得过一个世界记录 你忘了这事儿 对 这事儿我没忘 但是打了多少个忘了 我这个不清楚 因为他只负责打 他不负责数啊 是谁陪你来的 爸爸妈妈 把他们请上来可以吗 爸爸 啊 《桃花岛主》 我是千千的爸爸 我叫王国胜 我是千千的妈妈 我叫邓海燕 啊 请问他创造过什么样的世界记录啊 他是世界上后手分年龄最小的女孩 是四岁半就能翻原地小分五个 也就是说你要超过他的话 你的孩子的两岁半就差不多 为什么从小让他学武术呢 因为他从小 训歌稍微有点内向 然后我想让他断了断了 增加点信心嘛 三岁带他去武馆嘛 一般都不收嘛 小孩这么点能听懂嘛 一叫哎 还有没有样的 有灵气 可是学武术多累人啊 多辛苦啊 很苦啊 你舍得让孩子干这个 我三岁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呀 所以我就练了练了 练了多久我后就兴趣了 那你啥时候知道这练武术很苦的呀 没没没知道 现在也不觉得 你有没有觉得累的不想练的时候 没有 哇 那厉害 爸爸做什么工作呢 我主要是全职奶爸 然后他妈妈去挣钱 我妈妈现在是服装销售的 我看着他 你太幸福了 这是我的梦想 家里现在等于是您爱人在外边工作 对 支撑家庭的经济开销 然后您就主要陪着孩子 对 学习和锻炼 因为他学武术嘛 想让他学得更好一点 走了很多地方 嗯 像山东啊 大连啊 北京啊 现在在北京上学 然后我们全家也就躲过北京陪他 哇 毕竟孩子的童年很短嘛 也不想让他扔到一个武校里 去自己那么过 然后就感觉一家人在一起 到哪都是家 而且他喜欢中华武术 也是中国传统的东西 我也支持他 天天问你一个最熟悉的问题 你长大以后想干什么呢 我长大就想拍一个就是武术的电影 哎 天天 即便未来你的工作或者你的生活 跟武术毫无关系 你也放心 今天你练舞培养的所有优秀的品格 未来在你的人生道路上 都会是你得力的助手 通过 谢谢 今天你能够站在我们的欢乐中国人的舞台上 那么那么棒的表现出来了你的这样的一个才能 这就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我给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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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挣很多钱 你看不到孩子奔向梦想的方向快乐吗 你没那么多钱 却能够陪伴孩子一起奔向梦想快乐吗 当然快乐 所以快乐靠自己衡量和别人无关 谢谢 太棒了 谢谢 天天在哪 我们的家就在哪 一家人在一张桌子上吃饭 就是快乐 我们就是欢乐的中国人 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选手 大家好 我叫小新 我今年五岁了 我家住在吉吉省吉利市永吉县口前镇 欢迎三位 小朋友 你们三位来这儿来干嘛来了 我来这儿表演节目来了 哇 你表演什么节目呢 表演我们家庭里的一个小故事 你是蜡笔小新的那个小新吗 不是 那你是什么小新呢 我是东北的小新 东北小新 什么时候开始演啊 平老师我们准备一下 嗯好好 准备一下 哈哈哈哈 准备一下 小新啊 跟爸妈妈过年幸福不 幸福啊 那咱自己家年过完了 是不是应该给爷爷奶奶去拜年了 啊 小师傅收拾好吗 还没收拾好呢 那不赶紧收拾 等我画完的呀 哎呀 画啥呢 我妈 哈哈 这是你妈呀 哈哈哈哈 哎呦我的妈呀 哈哈哈哈 这也太难看了 嗯 这是没化妆的我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嗯 真相 哎呦我爸 谁要是藏哪呢 林伟伟叔叔 藏你这吧 好 见不过你 这可是我家新买的 查案汽车 藏我书包里 哈哈哈哈 行了 这还有支路呢 媳妇 你快点啊 这几点呢 再不得咱不敢趟了啊 啊 我马上就能出门 等我做完面膜的 哈哈哈哈 这女人哪 有两句话 永远你都别信 第一 马上就能出门 哈哈 第二 再也不淘宝了 哈哈哈哈 媳妇 那你做完面膜啊 对 我就能化妆了 你看我说啥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爸 咱别去奶奶家了 奶奶家的鸡鸭鹅都不喜欢咱们 谁说的呀 奶奶对你多好啊 咱去奶奶家 奶奶给你做一大堆好吃的嘛 是啊 只要咱们一回去 奶奶就又炖鸡又杀鹅的 这孩子 那不是奶奶疼你吗 你去找你妈快点啊 太磨叽了 那是你媳妇 又不是我媳妇 自己不敢管 让我管 哈哈 咋的啊 你俩谁要管我呀 哎呀妈呀 这谁敢管呢 母老虎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孩子 你看见妈粉底吗 粉底是啥呀 就是打底的 刷墙之前 打成底了嘛 哦 刮大白呀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们爷俩合结伙来消遣我呀 我俩合起来不也没那胆吗 哈哈哈哈 咱你快点啊 行我涂我口红就走 嗯 哎我口红呢 小夕你看见妈口红吗 没有看见 我又不化妆 小夕 你画上这颜色咋这么眼熟啊 哈哈哈哈 我的口红 你个熊孩子 妈我妈放过了 开始咋去了 哎呀我新买的口红 这样他拿去给我画画了 也不知道画的哪个女的 还这么难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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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像了 媳妇啊你别生气啊 时间宝贵啊 你口红完事我再给你买呗 小夕 你说 你为什么要霍霍的口红 我警告你啊 我已经控制不住 我体内的洪荒之力了啊 嗨 有的家长啊 教育孩子不讲科学 不懂方法 不动脑子 全凭手感 妈 全凭手感 不会这样吧 那当然了 最亲生的 谁舍得动手啊 我会心痛的 你心痛还动手 我就喜欢这种心痛的感觉呀 哈哈哈哈 哎哎哎哎 咱说好了不动手嘛 我不动他我动你啊 我不就是劝劝吗 你随意 哈哈哈哈 妈 你看见没 男人靠不住啊 这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 你个熊孩子 快把我给气乐了 那我总不能不化妆就出门吧 当然不行了 你不化妆出门多吓人哪 交警能让咱身高速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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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啥意思呀 我长得有小焦童呗 我是说还是画好的走吧 咱不着急 对媳妇你都不用画 你素颜那最漂亮 是吗 嗯那赶紧的咱们啊 凭什么让咱爷俩天天 看他不化妆的样子 咱今天素颜放他出去 危害社会 爸还是你厉害呀 哈哈哈哈 你们爷俩完事没 完事了完事了 这什么情况 准备好出发喽 哎爸爸 你这就走了 对呀那等啥呀 你不差啥了 啥也不差了 不是 你不得开车吗 啊 你开车不得钥匙吗 啊 那你钥匙呢 你管我车钥匙干啥呀 哎呀你不得开车吗 啊 你车都不得钥匙吗 啊 那你钥匙呢 哎这孩子你老管我车钥匙干啥呀 不是 那你不得开车吗 啊 哎呦我天哪 你有完没完了 咱今天不开车 咱坐高铁去 哎呦不是说好开车的吗 开车多堵啊 坐高铁就一站地 省时省力 还环保 啊 啊 不得这么急不想玩的 哈哈哈哈 咋的这是啊 说好开车去奶奶家 我这车钥匙都藏半天了 怎么还能出得了门啊 你藏钥匙干啥呀 你不愿去奶奶家呀 每回过完年 你俩把我往奶奶家一送 就走了 一隔就是一整年 看不见人 我是你俩亲生的吗 小朋友都说 我是你俩充款费送的 我就是想每天 和爸爸妈妈在一块 就像画上画的一样 所以你看他藏东西 孩子的小聪明 是心中有大的思念跟牵挂呀 舍不得爸爸妈妈 舍不得爸爸妈妈 他来自然而是 孩子的小聪明 他在哪里 你俩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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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赶紧几乎 你俩充款 我赶紧几乎 你俩充款 你俩充款 我赶紧准乎 你俩充款 爸爸妈妈辛苦了 我好爱你们 爸爸妈妈 我们永远在一起 爸爸妈妈 我想和你们一起回家 爸爸妈妈 明天走了 我是小孩 留不住他们 一格就是一整年 看不见人 我就是想每天和爸爸妈妈在一块 就像画上画的一样 你说 咱出去挣钱 是为啥呀 还不是为了孩子 为了咱这个家吗 可咱这一走 孩子还有家吗 我还真想跟商量这事呢 咱不能一直老在外面 钱 在哪都是挣 可家 就在这 小心 小心 来 小心 你看 你 爸爸 还有妈妈 我们三个人 在一起 在一起 才叫 家 先前 先前 爸妈认为 出门赚钱养个家 最重要 我们现在想明白了 咱一家人 再也不分开了 真的 真的 太好了妈妈 过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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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的鸡毛 高 眼线底 牙影 粉底 腮红 美红 假睫毛 哎呦我的妈呀 我算值得钱都花哪去了 行了行了你可别逃了啊 你爸这心呢都碎了 心碎啥呀 赶紧走吧 我早就想吃奶奶 做的炖大鹅了 好咱们全家 团团圆圆 去给爷爷奶奶 费大年 走你 哎呦这小朋友演得真好 这小朋友演得太好了 哇他记多少台词啊我就在想 小朋友你那画是你自己画的吗 都是我自己画的 那你想爸爸妈妈在家里边陪你是真的吗 是 他们每年都把你往奶奶家割了就走了 这事是真的吗 这是个剧本还是你们家真的呀 真实 真实呀 哦 那小朋友你跟我们讲讲他们都去哪了 为什么不陪你 嗯 他们出租挣钱没陪我 妈妈妈比较有感触的 嗯 嗯 因为他是那个满月的时候我们俩就出去工作了 嗯 然后白天见过一次八个月 然后二十个月我们就三岁四岁 对 你们做什么工作一定要在外面一年一年的待啊 给外面坐在买买买买 تھ 那个啊 不能带着吗 对 不能带着她 在外边调整毕竟没有家 她在爷爷奶奶家毕竟说得比跟着我们强 对 然后那个对我们 从小来对我们那个 就是印象不是那么特别深 然后那个 以前通讯非常不方便 然后爷爷奶奶就告诉墙上那个婚纱照 就是爸爸妈妈 她就记住了 她每天走的时候回家的时候都会 向着婚纱照说爸爸妈妈拜拜 爸爸妈妈我回来了 我们记得最深刻的一次就是 正月初二我们要走 她拦着我们不让走 然后我说爸爸妈妈去楼下扔垃圾 马上就回来 她不信 我说你去趴窗台看着爸爸妈妈 我马上就上来 她就窗台等着 然后我跟她妈妈就开车就走了 然后走了两个多小时吧 我就给我爸打电话 他那个 不好意思啊 我说那个爸爸妈妈的小心干啥呢 我爸说的 你们走 他一直排床台 排床台等你们回来 其实当时我们的行车就想马上开车回去 但是呢 哭了一道 还没有办法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现在想明白了 这个孩子童年其实非常短暂 我们已经错过了五年了 我们不想孩子长大以后 童年记忆里边没有爸爸妈妈 所以说我们回来陪他 陪他一起长大 给他一个完成的家 其实我们都是有孩子的人 当时生完小孩我就在想 要不就别生他 生了他 就得陪他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对 现在你一年能见爸爸妈妈几次啊 一次 一次 就是过年的时候吗 所以你们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现在我们回来了 现在回来了 所以现在整个孩子很幸福很开朗 他能够演出你们家里的故事给我们看 对 小欣 爸爸妈妈现在回家了 你还画画吗 画画啊 那你现在画的画 跟以前爸妈没在家的时候 有啥不一样不 以前画画是为了爸爸妈妈能回来 现在画画是为了爸爸妈妈开心 为了把爸妈妈留住 对吧 其实我也是在工作的时候 就心一直在操心家里的事啊 每天 但是其实你跟孩子沟通真的很少 你可能会跟家里大人沟通 反而比较多 对 但是等到你真的回到家以后 你想去跟孩子多沟通的时候 你想去跟孩子多沟通的时候 你发现他好像真的慢慢跟你没有那么亲了 嗯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非常两难的事情 嗯 就看到这个节目 对我们教育也还是蛮大的 祝福你们一家人 谢谢 谢谢 我女儿现在十岁了 我倒是老陪着她 但是她现在大了嘛 一回家 人家就进自己房间写作业 我那天就问她 我说你老要求我回来陪你 我在家你也不理我 咱们就陪不陪的我就出去呗 我女儿跟我说 你在 我写作业 我看书 我踏实 哎呦 我听完这句话 真的是感慨颇深 我觉得小朋友 你现在踏实了 谢谢 谢谢 你们对孩子的承诺 如果再过七个月 再过一年 会不会松动了 不会 所以这次陪伴应该是一个长久的陪伴 对 我总觉得好多人都在说爸爸妈妈 你们应该回家 你们应该回家 我觉得不能怪爸爸妈妈 对 没有任何一对父母说在外面工作 想为家庭挣一个好一点的环境 是错 所以我觉得 真的没有办法去把这样的事情 都怪罪在父母身上 他们一定是为了这个家的好 但是在目前这个条件下 父母一定要做出一些取舍 所以你们的取舍 是你们对女儿的一种爱的承诺 为了这份承诺 通过 谢谢 祝福你们一家 谢谢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 我们会学着做一个 称职爸爸妈妈 我们努力加油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可再不把你自己扔在家了 要不咱们拉钩 来吧 拉钩上吊 一百年不许变 盖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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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搜狗娱乐 达克新闻客户端 美拍鸟拍快手小咖秀 关注欢乐中国人更多精彩内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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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